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ime, A cry for ou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Hall of War. Hall of War. Come to the free land. 一派敷言, 派币 KYC 后, 进不了钱包, 项目方呢, 又准备做 KYC 了, 当然呢, 这个时间确实也到时候了哈, 他计划10月20号开始, 逐步的将现在的这两千多万派币的这个挖矿的先锋进行 KYC, 那当然现在还没开始, 还有十多天, 两个礼拜。 但是呢, KYC 以后呢, 他进不了钱包, 在我们这一批这个全面KYC前面呢, 进行过两批试点, 第一批试点呢, 大概呢, 有那么个一两千人, 具体数据不记得了哈, 一两千人, 这一两千人呢, KYC以后呢, 是进得了钱包的, 这些进到钱包的呢, 那就可以呢, 把币给别人, 比如我有用户名, 他就可以把币发给我, 第二批呢, 大概有10万人, 啊, 这个就变得一两千人, 多了好多了, 这一批人呢, 就进不了钱包,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这一批呢, 目前还是进不了钱包的, 钱包里面呢, 还是试验币, 没有办法呢, 把这个币转到钱包里去, 这个进不进钱包有什么差别呢, KYC以后这个币呢, 说是你的了, 但是, 他进不了钱包, 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可以转给别人, 如果是, 进了你的钱包,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钱包, 试验钱包, 这个试验的这个派币呢, 你可以转给别人啊, 当然呢, 真正的这个币, 经过KYC以后也是一样, 你也可以转给别人了, 但他进不了钱包呢, 那你就没办法转给别人, 那也就是不能够出售, 当然你说的那没上限没有价格啊, 没上限没有价格呢, 起码我们自己呢, 可以私下商量一个价格, 你发给我啊, 我给你一百块钱, 我给你汇到你的账号上去, 这个是可以私下交易的, 他不进钱包呢, 你根本没办法转给我, 所以说呢, 我就不能够给你的一百块钱, 咱俩服下达成的价格呢, 一呀, 没有什么用啊, 就是说啊, 说好了我的一百块钱买一个币, 那你给不了我啊, 我也不能给你钱, 这个说了也白说啊, 这种情况下呢, 没办法进行出售, 呃, 在美国呢, 我已经习惯了呢, 这种这个限制性的保护, 那像我啊, 这个在开始买这个比特币的时候, 呃, 只能够买这个五十美金, 呃, 一天啊, 明天你可以再买五十美金, 后天再买五十美金, 他一天就给你买那么多, 多了呢, 那买不了啊, 当然现在呢, 这个因为有了那个Coinbase Pro, 一天呢, 可以买一千美金啊, 这个数量就比较多了啊, 但是有的人说还不过瘾, 还不过瘾呢, 那就汇款, 那汇款呢, 那可以汇好多, 那个呢, 你可以汇十万二十万美金啊, 这个具体数字我不知道啊, 再多了我就不知道了啊, 他呢, 对于每一种人啊, 他都有一个类似于一个限制的性的保护, 那如果是企业啊, 那他就要求比较高啊, 你企业要投资啊, 就是这个五十万美金, 企业啊, 那你要投资五十万美金, 你少了呢, 那就不给你做小企业, 我有个小工资, 我就五万美金, 那你别做啊, 企业呢, 他要大的, 个人呢, 他要小的啊, 要保护你啊, 不给你那个买那么多, 呃, 这个习惯以后呢, 也行了啊, 一开始呢, 就觉得讨厌啊, 自己管我自己, 还有你在管的我啊, 那项目方呢, 这个管着你, 这个像coinbase, 他也管着你, 那你在美国开公司呢, 他就呢, 要求啊, 这些, 嗯, 公司来保护的投资人的利益, 当然项目方呢, 嗯, 限制你这个拍币进入钱包, 限制你的买卖, 其实呢, 目的呢, 也就是为了推高那拍币的价格, 啊, 你说我自己卖高一点不行, 我卖1000美金一个, 呃, 其实呢, 我们这个要推高价格, 我们普通人呢, 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我们普通人呢, 更多的呢, 是一个带宰的羔羊, 呃, 别人呢, 给你多少就是多少, 一般呢, 我们是, 穷人, 啊, 这个, 缺钱, 那, 等着钱呢, 吃饭, 等着钱去消费, 等着钱呢, 去买个手机, 所以说呢, 手图这个币呢, 一般呢, 不太容易守住, 而如果项目方呢, 把这个价格推高以后, 是吧, 别人这个派币, 兴100美金了, 啊, 那我们呢, 就不会傻到呢, 说是什么0.1美金去卖, 那人员100呢, 那起码我得给我个90吧, 我卖不了的话啊, 呃, 或者打个八折, 八十啊, 这个中国这个不好卖, 中国政府现在打压, 呃, 不让买卖这个虚拟币, 偷着卖, 偷着卖呢, 那价格不高, 是吧, 那别人100, 我80, 打个八折, 这就行了啊, 不会说啊, 我一毛就卖吧, 这个这种情况下呢, 一般不会, 这样让我想起呢, 这个, 嗯, 一句话啊, 就说呢, 这个婴儿呢, 这个, 只能喝奶, 如果尽早的放手, 让他独立呢, 他会饿死, 好像丘吉尔说的啊, 那是在这个印度独立的时候, 啊, 呃, 那当然呢, 这个, 讲的派币呢, 也是一样啊, 我们当然知道现在印度呢, 确实是, 离开大英帝国以后, 那, 引拔分治, 打了好多年仗, 越打越穷, 印度, 穷, 巴基斯坦, 更穷啊, 两个人都挺穷的, 啊, 原来呢, 跟英国在一起的时候呢, 那个, 印度的生活啊, 比这个, 英国本土的生活还要好啊, 这个, 现在, 差距离确实是蛮大了啊, 嗯, 所以呢, 我也相信啊, 这个婴儿呢, 这个只能喝奶, 不能够让他独立, 独立的话呢, 他就饿死了啊, 那, 我这个, 现在, 也当了五次爸爸了啊, 这个对孩子呢, 确实是了解, 那, 当然呢, 经过学习, 孩子呢, 比我要强啊, 这个, 大儿子在美国读了几年书啊, 起码英语, 法音比我要好得多了啊, 而且很多词呢, 他会的, 我也不会啊, 那, 孩子呢, 经过学习, 会比大阵要强, 那, 相信呢, 嗯, 大界呢, 这些挖派币的, 这些先锋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努力, 也会呢, 这个, 清吹蓝而胜于蓝, 超过项目方, 但目前呢, 他因为目前大家投入的时间精力也不多啊, 也就点一下就完了啊, 平时呢, 不太注意学习, 而项目方呢, 在努力呢, 把这个价格推高, 在这种情况下呢, 项目方是专业人士, 我们呢, 是普通人,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还是应该呢, 听专家的, 所以呢, 我支持这个项目方呢, 开外费, 不禁这个钱包啊, 保护大家, 也是限制大家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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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